清朝同志年间,西北爆发了规模仅次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回乱 这场叛乱波及了现在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等省份 造成了2000万人口死亡,给西北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不仅如此,这场内乱还为俄国和浩瀚国入侵提供了渴乘之机 导致中国丢失了更多的土地 一、回乱爆发原因分析 回族是中华民族之一 是元代以来内迁的色木人与蒙、汉、藏等民族融合而成 如今以汉族基因为主,信仰伊斯兰教 在清朝,由于社会稳定,回民的数量不断增长 并逐渐向关中等地发展 当时陕西和甘肃二省回民很多 陕干一带是汉文化的起源地区之一 同时也是多民族融合的地区 历史上的佛教文化就是通过陕干地区进入了中原 回民进入陕干地区,已经深入汉文化的核心地区 难免会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上产生一些矛盾 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冲突 所谓汉回杂处,宗教记忆,回之防汉 代以异足,而汉之试毁,由清灭而受处之 以故日相兵叹 而陕干地区的满汉官员都主要信奉儒学 因而在冲突中就自然会对汉人偏袒一些 在清朝前期,清廷总体上还坚持 中外一体,因素而至 这种矛盾都已缓和 然后清朝中期以来 清廷的政策就发生了一些偏移 如大清律力对回民的苛刻程度多于汉人 不仅如此,清朝还推行了以回智回的政策 在乾隆年间,回教之中出现了新派 颇有宗教改革的发展趋势 不过清廷官员支持老派,打压新派 最终引发了田无起义 乾隆年间的回变被品定后 清廷允许了新派的传播 但是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以回智回之策 买下了隐患 到清朝后期 由于人口巨增 经济形势恶化 闪干两地的人地矛盾变得十分突出 人口的巨增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 加上土地兼并严重 生态环境破坏 下层百姓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 在鸦片战争之后 中华大地的任何角落只需要一点火星 就会产生规模巨大的暴动 闪干自然也不例外 在清朝前期 汉人主要从事农耕 回民主要从事畜牧 两者之间并没有多少经济矛盾 到清朝中期 大量的土地被开发为耕地 牧区和耕地就交错在一起 汉人的开垦 积压了回民放牧的空间 而回民放牧又破坏了汉人的庄稼 于是 汉回因此泄斗者 不一而足 鸡无碎 无处无之 这种农业上的矛盾还延伸到了商业领域 回民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 汉人有所不及 两者之间就会爆发冲突 例如陕西晋阳的雅克 会刻意压低回民牛羊的价格 甚至长期拖欠钱款 陕西 灵同 回汉感情不睦 与金镇集市的汉人就拒绝回民上级 回民成立了新集市 汉人就到市场搞破坏 甚至公然在市场上杀猪 由于清朝官方并未注意到这些矛盾的细节 也就导致两大民族的纠纷越演越烈 二 陕西回变的始末 1851年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随后在清朝各地都产生了明变 清朝危机四伏 清朝赶紧调集西北的军队 团练前往镇压 导致了闪干的兵力空虚 于是 回民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揭竿而起 1862年5月 陕西巡抚和团练大臣 就调集团练到南山拦截太平军 当时团练 训导赵全的部队中 有五败回用 他们不愿意出战 于是杀掉队长 想逃回魏南 其中两名回用 经过华州王姓家的主子 引发了争执 地方团练赶来后 将两名回用打死了 于是回民到官府告状 华州支州认为 回用越界砍竹 理亏在先 但是他却污蔑回用和太平军勾结 说打死一回 极少一贼 于是将回民赶出衙门 回民不满 就和当地汉人发生了泄斗 华州 华县两地的团练 开始采取极端措施 杀了闹事的回民 又焚烧了回民的村庄 陕西官员的行为 激化了民族矛盾 引发了不可逆转的后果 5月20日 卫南回民头目红星 宇祥等发动了民变 5月23日 人武贺明堂率先在华州暴乱 杀死了熏岛赵全忠 于是关中回民响应 甘肃方面 马战敖 马桂园 马文露和马化龙 也在经济堡起兵 很快 陕西和甘肃两省 就被回军控制了 只有西安城在苦苦支撑 回军打出了杀汉新回的旗号 到处杀人 回民杀入汉人村寨 四处杀人 老少不分 如回军攻入故远 城内官名南富 共死者二十余万人 回军攻入平梁 官员死结者百余 市民死者数十万 回军攻入临下 汉民十余万被图殆尽 当然 清军同样实行了大规模的屠杀 导致西北的社会秩序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6月4日 陕西巡抚派遣团联大臣 召集回民谈判 进行安抚 表示法不责重 但是需要交出人物 人物得知没有退路 就污蔑清军的政策使 情不留回 于是将大臣惨人杀害 继续起兵 1863年1月 清廷又派遣 多龙俄率乡军由河南入闪 由于乡军的战斗力很强 清朝终于开始扭转了形势 回军围攻同州时 乡军从背后突然袭击 回军父辈受敌 损失千余人 随后多龙俄收编了圣保的两万军队 进攻回军大本营 回军各自为战 很快就失败 随后 乡军也在枪摆镇和王阁村进行了屠杀 实行了血腥报复 之后 回军开始加紧围攻西安 清廷决定将巡抚革职 由四川部正使 刘荣接任 而多龙俄提拔为钦差大臣 督办陕西军务 9月初 多龙俄到达西安 采取了分化又响的政策 于是孙玉宝 带领三万回军投降 回军军心不稳 很快 清军从四面八方向回军发动进攻 回军面临四面楚歌的险境 10月 多龙俄带领清军在苏加沟发动决战 回军大败 此后 陕西的回军陆续西迁到甘肃 陕西回变至此平定 然而多龙俄在进攻周治时 被榴弹击中 以身殉国 3 回变平定 西北危机却远未结束 多龙俄殉国后 清廷让杨岳斌担任陕甘总督 杨岳斌接手后 赶到西北矛盾重重 局势险恶 加上清军良详短缺 婴儿无从下手 最终 杨岳斌在1866年辞职 清廷改派 赛访派的代表人物 左宗棠来担任陕甘总督 当时 北方不仅有回变 还有联军起义 左宗棠认为 进兵陕西 必先清关外之贼 进兵甘肃 必先清陕西之贼 驻兵兰州 必先清各路之贼 他首先对免军发动了进攻 最终在1868年 平定了西免军 随后 左宗棠进入了陕西 鉴于西北两响不足 左宗棠推行屯田之策 鉴于清军武器落后 左宗棠大量购买西方枪炮 同一年 左宗棠派遣刘宗森兵了 陕北的汉人武装 洞辅降军 清军力量进一步加强 接着 左宗棠向甘肃推进 第一战就是沁阳董志源之战 此战 清军击败了拥有20万大军的 马正和 白烟湖等部 收复了沁阳 随后陕西和甘肃境内的回军 开始集中到荆棠堡 左宗棠则派遣刘松山进军荆棠堡 刘松山采取了交叹政策 首先清理了荆棠堡外围的 500多座村庄 随后马化龙派军在林州 屠杀了十多万居民 洗劫了林州 不久 刘松山攻占林州 最终到11月 马化龙投降 在第二年被处死 经济保质战后 回军已经不成气候 左宗棠则陆续平定河州 西宁 宿州等地 到1873年 陕甘回变才彻底结束 为了缓和回汉矛盾 左宗棠实行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 路将回汉平民分隔安置 避免回汉杂居 回军降临马战敖 在投降后亲自带领12名首领 来到兰州 深带铁锁 赴京请罪 左宗棠则与之彻夜长谈 声明大意 此后的马氏家族 长期盘踞西北 逐渐发展成为了军阀 陕甘回变带来的直接影响 就是对西北带来了巨大破坏 根据中国人口史的资料 1861年 甘肃有1900万人口 陕西有1500万人口 而回变之后 甘肃仅有500万人口 陕西仅有700万了 当然 回汉两族都遭遇了重大的灾难 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内乱 其中有一部分回民 跟随白羊虎逃治俄国 演变成为了东干人 为了恢复西北经济 左宗棠使得洋务运动 扩展到了西北地区 改变西北过去 农牧为主导的经济格局 使得冶金 矿业 食品加工等产业逐渐兴起 也缓和回汉之间的经济矛盾 闪甘回乱的渐渐影响 就是使得中国西北 失去了大量的土地 闪甘回乱期间 中原通往西北的交通被阻断 与此同时 新疆多地都脱离了清朝控制 俄国 英国 浩瀚等国 积极在西北扩张 其中俄国趁机出兵伊犁 要求与清朝划定西北边界线 并威胁要出兵帮助回军 最终逼迫清朝 签订了 勘分西北界约记 划走了44万平方公里土地 此后浩瀚国 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侵略新疆 直到1878年 左宗棠收复新疆 闪甘回变 最终的结果就是 回汉两败沮 结果使得整个中华民族 遭到了重创 导致西北边疆危急 失去了4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 闪甘回变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但是留下的教训 却依然时刻惊醒着世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